听听看 这是什么声音 西围城的生活里 常常忘记要仔细听 大自然的声音 熟悉的声音 聆听旅途中 每一个独特的声音 耳朵里的世界 有时候更精彩 这是我喜欢的旅行 这一集我们要继续在小尊 感受这里才有的运河风情 小尊的感觉都 都是比较慢 比较安静 要带来着在这座运河城市 寻找有趣的事情 好吃的食物 天啊 这好吃的耶 还要去食寿市 跟着老师傅 体验传统的鱼石料理 沿途还有寻找一个隐秘的四方营地 再到副两页 看看到处都是沐昌的副两页 有哪些有趣的体验 要下去泡泡泡泡泡 哇塞 真的很冷的 这副12度 话不多说 我们旅行开始咯 小尊的感觉都 都是比较慢 比较安静 生活没有什么压力的感觉 特别是如果附近 我觉得附近有水或是树 都会让你更 更舒服 让你更放松 我们刚到这边 我第一个印象是 我看那个珍奇的时钟 我看到这个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以前 文革话的时序也有一个 珍奇时钟跟它长得非常的像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在这里 那我过去看看 其实那个珍奇的时钟的下面 就是有一个教牌 就是也有说文革话 所以可能他们是有关系的 在这么的小的小村 还是可以有那么的大的 音乐盒的博物馆 是好几年我没有看到 音乐盒的博物馆 上一次应该是我小时候 小时候会有 但我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种体验是还蛮特别的 尤其我今天也有做我自己的音乐盒 我觉得就不错了 我妈会很开心 很期待我们的下一个地方 在小村运河旁边 有准排的住仓库 本来应该废弃不用的仓库 现在被改成餐厅或是商店 来到这里可以找到很多小村才有的新鲜事 那这种这种店 这就是买纪念品 楼下是有很多不同的纪念品 有可以吃的有不可以吃的 然后楼上是咖啡厅 所以你可以休息 算是一个休息站 你看在对面宣传那个音乐盒 虽然很认真 看了半天你就觉得累了 我需要吃东西 要休息一下就来到这边 然后这家店的音乐盒 一个特点就是你点了一个set 他们送过来的饮料 那个杯子里 你就可以 你可以把那个杯子 变成一个礼物 你可以拿走 那今天有什么杯子 我不知道 我们上去点一个 然后看看 OK 我们上去了 刚刚我搞错了 我以为是你买了饮料 他们送你一个杯子 其实是你买了杯子 他们送你饮料 在你的杯子里面 这个就可以送给观众 我选择Hello Kitty 女生版本的那个 我觉得 应该比较多人会喜欢她 她最受欢迎的吧 Hello Kitty 小尊 小尊 充满了人文风情 文创小店伶俐 每家小店都有惊喜 街角的咖啡厅 让人感觉小缺险 这家店就是专门卖甜点 在那边有卖冰淇淋 还是双淇淋 我们不晓得 也有三种的豆腐 也有蛋糕 也有起司蛋糕 也有现烤的蛋糕 怎么办 这是我刚刚吃的那个 我一直看着 看才能够拿出来 他们刚刚送出去 所以我刚快过去了 那个蛋糕是蜂蜜的味道 然后是蛮硬的 不是很 我以为会是很轻 像正常的蛋糕 其实很重的感觉 它可能百分之五十是蜂蜜 这家店的老板 真的是佛心来着 免费试吃一直来 尝完立马又不上 让我完全克制不了自己的嘴巴 吃吃吃一直吃 真的太幸福了 那扣子还蛮不错的 嗯 好不错 我们继续试试 好的 试试太多 还是得蓬上一下 买了一盒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买了泡芙 然后他们有 有奶油 有蛋糕 然后鸡丝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 到底可以 要吃哪一个 所以我们 全部 我们全部都点了 好 你看我的脸越来越远 是不是 我买了 奶油的 蛋糕 起司 从哪里开始 我喜欢 这个很好吃 米面包 什么 卡沙豆跟奶油一起 哦 边走边逛 边走边吃 就是 奥様在小镇的 一种玩的方式 沿着河底小镜 边走边吃 边探寻小吃美食 是建议大家来到这里 可以尝试的 移动旅行方式 是感受小镇 魅力最好的体验 哇 哇 像一个彩虹的冰淇淋 很大滋耶 吃吃看 哈喽 这 这个 对 对 OK 谢谢 不行 我要拍照 好大致哦 天啊 是好吃的耶 我以为可能是很冰 没有那么好吃 这种探寻美式的移动旅行 得看你的体力 与食量 挺自由的 随时可以喊停 像我就一有未尽 要不是时间太短 还有行程安排 我想我大概可以在这里 逛个两三天 没问题的 好 这个区域 好像一半的观光客不会来 那我为什么要来 因为我不是一半的观光客 乱走啦 我乱走 很远路 你真是远路 可以有点远路吗 不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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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吧 有人说美食让人感觉幸福 我们从千岁出发 途径假谎 来到小尊的这一路上 我不断探寻所谓的在地美食 透过美食感受在地生活文化 我想只是在我们露营车移动的旅程中 必须的体验 也是感受幸福的所在 沿着海线继续上路 我们到附近另外一个城市 石寿市 是有当地流过的一条中药河川 石寿川命名而来 应早起交通不便 石寿川就扮演着 运送人耿乎物的中药角色 是一条同时承载经济文化的水上道路 而石寿川的下游出海口 原先是当地人交易于货的据点 到了今天 已经有定期的运输航线 前往中国跟韩国 是北海道中药的运输中机站 每年秋天石寿川会有大群的鲑鱼回忧 也因为如此 这里发展出独特的鲑鱼文化 现在就跟我一起去体验看看吧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叫石寿 这个地方就是靠海边 在我的左手边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漂亮海里的风景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边呢 是因为导演有帮我安排一个 比较特别的经验 所以我要学习做饭 但是这种饭是日本料理的做法 今天有叫我准备这些鲑鱼料理的厨师 他叫Yoshioka-san 好 请不吝点 第一个任务 书夫要教我怎么处理鲑鱼子 每年的8到4月 是鲑鱼回忧产卵的季节 每一只母鲑鱼 可以取出约3000克的卵 到底剩的鲑鱼卵 要怎么处理呢 刚刚有放很多盐巴在里面 所以这个淹水需要区域的味道 先要让那个盐巴融化 师傅说用大量的盐水来洗鲑鱼卵 除了屈芯之外 还可以保持它的新鲜 我慢慢地把整块鲑鱼卵分开 很惊讶这一整团鲑鱼卵 看起来很容易破掉 其实没有这么脆弱 但是要怎么把一整片鲑鱼卵分开 就需要一点技巧了 好 我现在要把那些 就把这个鲑鱼卵 我把它们跟这个皮分开 有一个技巧 这里的手要放来 这样子 蛮简单的 通过师傅的鲑鱼卵考验 接下来 要来挑战切剩米片 日本料理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剩鱼片料理 评想撒西米好不好吃的最大关键 就是师傅的刀工 好的师傅 要精准利落的刹刀 还要一语的特性 选用不同的刀子 从鱼生到鱼头 鱼皮都能料理出好菜 每个步骤都需要经验的累积 切剩鱼片的一个技巧 是要记得 切的手要反方向 那这些呢 这是我切的 所以待会我们就吃吃看吧 这就是鱼饰料理 那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这种的日本料理 是常常的遇到的 但是其实是我 我第一次见到的 我平常在日本吃的饭 都是比较边走边吃的那种 我不太委屈餐厅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体验 对我来说 看起来蛮有趣的 有很多不同的菜 在我的前面 他有跟我说 就是你第一个东西要吃就是这个 这是十手锅 然后要先喝这个汤再吃里面的鱼片 这个鱼片其实是很厚的 我们这边有一大盘的鱼丹 然后有不同的吃法 这个是加盐水跟鱼丹 那这个是加芥末和姜油 这个可以配单吃或是配白饭 那这边就是煎的沙猫鱼 然后这个就是我切的沙猫片 然后这是用卤的办法来做的 然后是不同类型的菜在里面 所以很多很多个选择 那我就 我从这个尸熟锅开始 嗯 这是怎么吃的 哦 好就这样子 いただきます 每年冬天 鱼士们会把捕捞到的肥美鲑鱼 制作成火锅来庆祝丰收 这种用鲑鱼肉跟鱼骨灯汤底 加入昆布和维增调味 用大量青菜加上鲑鱼 从江湖时代流传开来 被命名为石售锅 冷冷的天气 喝着师傅亲手做的汤 实在太幸福了 哦 好吃 师傅招呼完我们 又忙着准备下一个客人的餐点 像师傅这样 一辈子只热爱一件事 每一天为客人利落 悉性地切下每一刀 用心做的食物 就是最美味的料理 隔天一大早 我们就开车上路 要去山上 找一个隐秘的营地 就是很开车上路 还习惯吗 还行 这是你习惯的优家对不对 對 現在司機換手了 但是 帽子來看一下 現在就變成很穩定 很有安全感 因為 導演剛剛有睡覺 有睡覺變開變睡 所以我們就要換 哎唷 不是五十公里嗎 為什麼才可以開那麼快 我們下了交流道 我們現在在開比較小的路 要去我們的營地 菁哥開車的過程都下雪了 你看外面 從上一次他的路到現在 你看外面的差別 棉方不是什麼 全部都是白色 很滑 很滑 確定 你確定 嗯 確定 確定 開了一整個上午的車 大雪也下了一個上午 現在我們知道我們要轉的 轉進去的路 但是 就是 這個黃色的照牌就是說 鏡子進去 所以我現在在找 如果有別的 別的辦法 看我們可以繞過去 不然導演就要在車子前面再 把雪 就是 弄掉 不管開到哪裡 都會碰到峰路 所以我們現在跑去另外一個路 然後我們地圖說我們要往前開 但是能看到有很多的大樹有掉下來在我們面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可以開的 問一下那個老闆可不可以出來帶我們 剩下一點多公里 他有沒有辦法出來帶我們 是 你把人家進去的牌 是 是 是 沒有人 呃...直走啊,是... 直走 要不然我們在這邊睡好了 他已經在這了 欸,小心,斷來 因為我不知道... 滷旁邊是在哪裡停 盡量靠這邊一點 對 但是如果就不用 就是抓身重點就好 我們會順利抵達營地嗎? 森林裡的營地 究竟有多美呢? 帶你們去看我的陽台 好漂亮 精彩的移動城堡 馬上回來喔 來一波 啊... Git ready for this! 好棒喔 黑咖啡 老闆 那是老闆那個 前面那個 在找一個綠色的外套 終於到了 感謝王子的 Jazz 還習慣 還行 還行 好 因為擔心明天出的去 出不去啊 你會不會擔心 不擔心 出不去 我覺得這邊 也還OK 才剛聽好車 剛見面的 Jazz頭先生就送我 很特別的一個見面 Vivian Vivian 大丈夫 好 OK 我們終於到了我們 我們的營地 然後我們到 以為可以休息 不是 第一件事要做的是 你是要先 砍柴 厲害吧 其實我小時候每一天都是砍柴 因為在牛西蘭在家裡 我們不會開 這是用電的營營 都是 營營 所以這些砍柴 我給你分享一點我的 砍柴的經驗 所以正常會有兩種的X 這個就是很基本的X 比較細 有另外一個是叫Splitter Splitter是比較粗 然後沒有那麼烈 所以如果你有很 很大很大塊的母頭 正常會用另外一種 比較寬的那個 把它 轉開變成比較小塊 像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就很適合 用X 那怎麼 怎麼打呢 不能隨便打 比如說 如果我這樣子打 我可打了半天 它不會 就進 進不去嘛 完全進不去 所以你 大的方向很重要 你就要打跟這個線一起的 你這樣子打就很 很輕鬆 沒有很多力 就OK了 做完苦工 比完餐 還有一段時間 不要逼我 出太多了啦 出上 耶 耶 帶他這來看看今天晚上我住的燒房間 這是我的房間 比露營車舒服多了 呵呵 你看我外面的風景 有沒有像假的 我是覺得 不管你在哪裡有什麼風景 你加雪就會更好看 這現在 特別美 帶你們去看我的陽台 好漂亮 今天有 四個 露營車在這裡 我們呢是最大的 然後 這兩個 那邊有一個 很難想像 這裡看得見所有的木屋 全部都是 加藤先生 一點一滴蓋起來的 因為環境清幽 加上位置隱秘 是很多露營愛好者的四方引地 我滿喜歡這裡 整個感覺還不錯 我忍不住 仔細聆聽 主人掀起的柴火聲 風聲 下雪聲 還有夥伴們輕鬆聊天的聲音 好 現在已經晚上了 我們在這個營地 已經幾個小時 已經有感受到 這個營地 跟我們前幾天的 那個二層的營地的差別 那邊 是比較 現代一些 這邊是 很狂 我們的菜快冷掉了 我說 不要說太多了 接下來我們要吃火鍋 這個已經弄好了 然後到處來 我們有不同的肉跟菜 我們也有 老闆幫我們準備的 煙燻的肉 看起來特別好吃 那我們就開始吃吧 好吃 好吃的意思 不知道是因為我很餓 我覺得這個真的 特別好吃 但是 特別好吃 在冰天雪底的天氣裡 跟夥伴們 我在室內吃火鍋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不過 還有更幸福的事 就是這一顆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是老闆幫我們做的 麵包 它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它還是熱的 因為它剛剛烤 那我就 我不可欺負 直接吃吃看 好軟喔 好熱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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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麵包 跟麵包 然後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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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它自己的blog 然後它 很喜歡旅遊跟旅行 有這個興趣 所以它 都拍照應該放在它的 它的那個blog上面 蛮有趣的 它從小 就被它自然的神秘給吸引 小時候最大的願望 就是住在深山裡 當了35年的職業軍人 推出後的家騰 告別妻子跟小孩 離開城市的熏霄 找到一片樹林 從砍木頭 除草 整理土地開始 打造自己的夢想 有趣的是 這裡大部分看得到的 電器跟物品 都是靠朋友 或是同樣愛好 露運車客人送的 現在的家騰 過著獨立的生活 偶爾接待 遠道而來的朋友 把在山林生活的頂地 寫成網址 放在網路上 早安 今天我有三星期的早餐 沒有肉 沒有起司 只有蛋跟麵包 簡單 那現在 是大概 早上七點 昨天我跟 那個老闆聊天 他說他 離這邊 大概兩公里的 距離 有看材 我覺得 那邊應該有 滿漂亮的樹林 所以我覺得 我也要出去 看 如果我能找到 好 我們出發囉 我找到了好玩的東西 先拿走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用 北海道 北海道的森林面積 是日本境內最廣 最大的 整個北海道 有百分之七十億的區域 都是森林 這一次我們住在山裡 因為家騰先生的關係 跟森林有更多的精密互動 也算是體驗這裡才有的特色 有開始飄雪了 希望接下來不會下大雪 因為之後我們還是要出去 出去玩 下大雪 我們的車子可能開不出去 昨天我們進來的時候 我們差一點開不進來 但是 下大雪的話 這邊應該更好玩的 好 那邊有一個山 一個小山 其實比較像一個山 那我們走上去那邊 看看 那邊的樹 樹也許會比較大 其實我 我自己的想法是 走上去 找到沒找到沒關係 我可以畫下來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要做那個 我們要吃冰 大家有吃過冰是什麼味道嗎 對 我還有調味料 哈哈哈哈 真的 要補充維他命 你幫我拿回來開 對啊 又是好蛋 要好吃啊 好口味 哈哈 真的很好吃 好蛋 我可以走到這個小山的下面 但我從這邊看 我沒有看到什麼很大的樹林 嗯 前面有一些 他們都是蠻小的 那個黃色跟白色 蠻好看的 有一點秋天的感覺 但我從這邊看 我會覺得 真的有可能那個老闆 是從兩公里外 看那個樹 然後拉回來 欸 失敗了 我找不到 那沒關係 我 我把握機會 我我試看這個 這個枕頭能不能用 還好 超級的 超級的 第二次 這一次要 挑戰 我自己 所以我會 蹲下來 不是坐下來 小心喔 哈哈 我 我感覺我會摔到 哈哈 沒有 哇 失敗了 我的膝蓋很痛 啊 我達到什麼東西 很大的 木頭 不是 我以為我可以到 到底 差一點 你看看 你從這裡看不到 但是從這邊你也能看到 快速 大到這個 這個就是 我要叫他 就是痛屁股的母頭 痛屁股 痛屁股 考驗你 欸 等我看這個的大小 嗯 比較靠近 昨天我在 我才看的 木頭 所以可能 跟那個老闆 其實是從這裡 看掉 拉回去的 沒想到 換個滑雪 也可以找到 加藤砍柴的樹林 可惜時間不夠 因為今天 我們要開著小可愛 去市區冒險 好 剛好回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去 弗蘭諾 那邊很有名的 是因為 他們有很多花 都是 萊姆 但是因為現在有下雪 那些花應該 應該看不到了吧 但是沒關係 那邊還是有很多農場 所以我們接下來去那邊 玩一玩 有點口渴 我要喝個東西 你看 這邊一個好處 是你 叫到任何地方你都有 冰箱 這就是我的冰箱 有冰嗎 好冰喔 測好 好 測好 原本 應該是正片 金黃色的稻穗 現在是 白茫茫的一片 大概開了兩個小時 才到了南福兩夜 導演說在這裡 也有人物在等我 好大塊的水 都進我的耳朵裡 都吃掉 在日本 玻璃的日語漢字 被稱為燒子 背海刀最早 會發展燒子工業 是用來做成石油燈 愛雨夜用的浮標 今天來到福兩夜 一聽到可以走自己的小子 一聽到可以走自己的小子 做什麼也要來體驗一下 我們到我們 要體驗的地方 那你看 這裡 哇哦 這裡有很多 小小飄飄亮亮的 玻璃 杯子 那 你可能會猜得出來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炊玻璃 我們要自己炊玻璃 副兩夜 玻璃工方裡 擺放各式各樣的玻璃製品 其中最特別的是一種 三層的冰裂玻璃杯 裡面的裂紋 還會隨著使用的時間變多 不知道師傅要教我的 會不會就是這種玻璃杯呢 師傅已經把那個玻璃蝦放進去 現在在烤 所以我們要 更快開始 我要吹 吹玻璃 給你們介紹 吹玻璃的過程 這個Oven裡面 其實全部都是這個玻璃蝦 然後這些玻璃蝦呢 放在裡面是1400度 才都會變成那個已經融化的玻璃的樣子 我吹的時候我非常用力 我要做一個這麼大的杯子 最重要的道具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會吹玻璃 那個玻璃就會越來越大 然後因為那個形狀 你要很平衡 然後圓形的 它會放在這裡面 轉來轉去 就是要形狀那個玻璃 那就是要形狀那個玻璃 接下來要是放在地上 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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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以為要挑戰做玻璃杯 過程一定非常困難 沒想到在師傅細心的引導下 做玻璃杯變得簡單有趣 不過在做玻璃杯子的過程中 要彷彿淨烤爐 讓玻璃軟化 哇,这个木头在烧了 OK,很棒 OK,OK 我现在要把那个 你喝的部分的那个洞变淡一点 所以我放这个进去,然后要慢慢的放松,放开 我刚刚太快了,所以它坏掉 好,就是最后的部分 完了,金融杯子,成功了 我这个好烫,靠近我的脸就是,哇,真的好烫的感觉 哈哈,快走 每天在高温,高噪音的工作环境创作 吹出那么多精细的玻璃制品 真的让我很佩服 负粮液最有名的不是玻璃 是一座做的牧场和好喝的牛奶 那伤浓的牛奶又可以做出什么变化呢 现在是我体验的时间 那你看我又有穿这种衣服 所以你就知道我要做一个料理 什么料理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冰淇淋 就是奶粉一吃一吃 混合 混合起来 很浓的牛奶 一吃就比较大 混合 混合 混合起来 很浓 所以我 我很期待 做起来这个冰淇淋 因为都是用被海盗的那些牛奶 跟其他的材料 很有奶油的味道 这是我早点买的牛奶放在雪里 好 我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要放在这个机器里面 这个机器会一边冰起来一边搅拌 那我们现在要等十分钟 这个十分钟的时间老实说它要做催饼 所以我们过去看它做吧 一般是瘦的全汁牛奶 里面的乳脂肪大约是3% 指数越高喝起来就越上浓 这次用富兰液牛奶 乳脂肪高达3.7% 我想等一下的冰淇淋 想必一定非常香浓 我已经等不起了 冰淇淋好了 如果自己在家里也想做冰淇淋的话 可以把牛奶放进冰箱的人冻库 趁开始结冰的时候 反复拿出来搅拌 也可以做成简单又好吃的冰淇淋哦 好 做好了 那我要吃吃看 好好好 好吃 请用自己做的冰淇淋 成功 明天我们要离开家藤的木屋 到上浮浪野去 今天是离开木屋的日子 一早就看到家藤先生 拿个相机跟客人聊天 我想他心里也一定舍不得我们离开 不知我骑得早 但是也都骑得很早 准备好好跟家藤告别 好 好 再次 我们要跟这个营地说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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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老板说再见 各位 准备好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 你好了吗 再见 我们来的那道地 真的 你很惊讶 谢谢 这个会辣吗 謝謝你 午餐 這我午餐 你們吃什麼 你在這裡 我相信 我們已經開了半天 要去我們下一個營地 因為有下很多雪 很多的路被燈掉 所以我們開的不太順利 所以我們找到一個 吃個午餐 不知道我們 什麼時候會再遇到一個 可以買熟的地方 這種方式是一個 路營車的好處 我們隨時買東西 舒服位置坐 然後我吃飯 後面的機會 你可以在吃飯 親自動 耶 這個是大家 特別是我最快樂的時間 就是去 便利商店 或是任何地方買東西吃 我覺得吃飯是一個 很重要的娛樂 所以現在很開心 不要到我要吃飯 走開了啦 旅程大了一半 我看到背海道最漂亮的雪景 沿途聽到了許多獨特的聲音 也更了解 這裡的影視文化 在這個天寒低洞的背海道 路營車的下一站 張凱往哪裡呢 你知道冰天雪地的溫泉 泡起來是怎樣感覺嗎 哇塞 真的很冷耶 這負十二度 好熱哦 好舒服 我在不良夜 又會做什麼好吃的料理呢 這邊的老闆他們很好 特別讓我們用他們的廚房 下週同一時間 王子的移動城堡 繼續上路哦 帳到另一時間 的蛇 但是 我們選了 兩次 都那個 我們選擇 十二次 就是 什麽 這麽